请问中国的孩子需要多大才能脱离对父母的依赖 就算你死了 在上坟的时候还得要你保佑他呢 哎 大师 这虚岁和实岁有什么区别 是怎么算的 这虚岁嘛 就是从爸爸的身体里出来的日子算起 十岁就是从妈妈的身体里出来的日子算起 哎 天冷了 我给你转了五百块钱 你去给咱家狗哥买两套衣服 咱买点狗粮 剩下的你可以买点酒喝 好嘞 想当初我身边美女如云 那个个都是婀娜多姿 貌美如花 那一双双的大长腿 可是我却偏偏选择了你 你心里没点数吗 瞎到是啥呀 那还不是因为咱俩都在舞蹈学院做保洁吗 常言道 人在江湖走 哪能不喝酒 那么酒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倒在碗里像水 喝到肚里闹鬼 说起话来走嘴 走起路来闪退 新凉的时候 喝着喝着就热了 失眠的时候 喝着喝着就睡了 孤独的时候 喝着喝着就哭了 所以说 酒过三巡 清飞扬 谁都不服 就服强 今朝有酒 今朝醉 不用活得那么累 请问你觉得是抽烟的男人有味道 还是喝酒的男人有味道 不洗澡的有味道 男人应该是个包子 精华都在里面 女人最好是个汉堡 好看的都露在外面 男人的韧性程度最好不要超过他的甜包厚度 女人的韧性程度最好不要超过他的漂亮程度 请问大师 你知道女人和酒有哪些共同点吗 都戒不了 多了都伤身 都得看年份 听说你又因为扰民被邻居投诉了 那你家为什么老是那么小呢 穷的 穷的叮当响 大家常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你觉得对吗 不对 那应该怎么说 男人有钱就变帅 男人如果只是长得漂亮而没钱 他只能吸引富婆 确切的说是富婆婆 如果长得丑但是有钱 在美女眼里他就是帅哥 你这是什么理论啊 明言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钱的灵魂外里挑一 十个朋友九个羊 只有酒鬼最正常 有事没事弄两口 喝酒总比吃药强 喝酒 开中冷 对 ır 爹 你